大家好,我是Data 今集來到太子會介紹一間很出名的燒美店 這間燒美店叫做齒樓香 為何齒樓香這麼出名呢? 因為它自稱它的叉燒是香港的第一名 口氣非常大 以前經常介紹燒美店時 有很多網友留言叫我去試試 不過當時我來齒樓香只有外賣店 所以沒有去試 最近我經過太子店時發覺這間分店有位置坐 所以安排時間去吃一餐 現在我們又出發了 餐廳我們是在太子站D出口出 出來後我們轉右手邊 接著沿著波蘭街向前行 走到尾轉左手邊過馬路 過完馬路再向前行便會見到齒樓香 來到餐廳門後見到老闆和很多名人拍過照 最出名當然是發哥 他的相片比較新些 發哥可能近幾年都有來過 我今日比較早些 10時9時已經來到餐廳 進來餐廳發覺次樓香分了兩邊 門口位其實比較少些 裏面還有一條走廊 那條走廊的座位比較多些 還有這個環境便會安靜一點 因為齒樓香歷史有差不多 我以為這間餐廳的裝修都會比較殘舊 進來後發覺都不錯 特別是對比相同歷史的燒美店來說 齒樓香算是坐得不錯 其實很多香港人都知道 齒樓香是自影叉燒是No.1 現在有些傳媒訪問過老闆 他們也將訪問唸出來 就這樣看來老闆的確非常自信 不過質素如何 待會要試過才知道 現在我又介紹一下食物價錢 其實在齒樓香的燒美飯 我覺得普遍價錢都是比較高些 例如他自己的金牌叉燒飯是52元 以前他就叫做No.1叉燒飯 燒美雙餅飯是55元 如果想便宜一點 可以考慮下午茶過來吃東西 下午茶時間是2點至6點 單拼飯是33元 雙拼是38元 下午茶就跟食物飲 後面有些是超值套餐 自選燒美套餐78元 就跟兩款燒美 今次我就想試這個好得起四煲飯 有四樣燒美 都是跟靚湯、一碟菜和一個飯 熱飲加2元,凍飲加4元 除了燒美飯還有一些小食 小食有六款食 價錢22元至28元 但如果叫了餐的話 就可以18元加一款 今次我們就叫了一個好得起四煲飯套餐 再加了三碟小食 這個就是好得起四煲飯套餐 價錢108元 先看麗湯 青紅蘿蔔 麗湯份量正常 見到青紅蘿蔔很大件 這個麗湯喝起來很夠味 味道不錯 但會鹹少少 紅蘿蔔很大件 吃起來還蠻甜的 質素蠻好的 青紅蘿蔔會比紅蘿蔔硬少少 而且味道沒有紅蘿蔔那麼好吃 我們就看一些小食 這碟就是備製舊香牛展 價錢28元 如果沒有數錯 應該就剛好七件 備製舊香牛展 調味真的做得很好 非常非常入味 一吃的時候真的有些經驗 另外牛展又不會好暗 所以牛展真的幾高質素 是近期吃過最好吃 因為我介紹的時候 老闆就經過 他見到牛展 他就覺得扯得太厚 他說這樣會影響口感 但我吃的時候 就覺得問題的質素不太大 而且調味實在太出色 如果大家來此留香 我覺得這些東西是必叫的 這個小食就是 魯水豬仔腸 價錢是25元 就這樣看 其實我覺得份量比較少些 最初我叫這個樣子 就想看看什麼叫做豬仔腸 原來它是豬生腸 不過因為打字打錯 這一點就是工作人員我講的 雖然叫錯了 但這味道真的幾好吃 首先這個生腸吃起來很爽口 而且滷水味道很好 我覺得其實生腸份量比較少些 但味道就真的好不錯 這碟滷水豬生腸高質素 這個是涼拌小食 新鮮海哲絲 如果叫餐的話 加18元就是一碟 我記得這碟的原因 因為它是說用新鮮海哲 看樣子是幾吸引的 海哲絲好像真的很新鮮 吃的時候有些Q彈的感覺 另外那個醬 如果再加強少少 會更加好吃 現在來說就好像差少少醬 但味道其實都可以 飲品我就選了一碟奶茶 這碟奶茶它的奶味比較重 也有些茶味 加了一包糖就足夠了 而它的味道我幾喜歡 最好飯就跟上湯時菜 果然就有很多湯 甚至菜 我覺得上湯就好夠味 不過菜可能就硬了少少 另外菜的質素就比較一般 跟著我們就看下這個燒尾四寶 四寶分別就是燒鵝叉燒 乳豬分題 我第一個直覺覺得燒尾份量 不算是好多 畢竟這個餐都要108元 醬汁就有三種 其中兩款是獨立包裝 獨立包裝的醬就不太多 不過燒尾那幾件應該夠了 我們就先看看分題 看到分題大約是四塊左右 分題的樣子就不錯 吃起來味道都很好 分題就切得比較薄一點 它的味道就好夠的 鹹鹹的很好味 而且它的肥瘦比例我覺得都不錯 分量比較少 但味道真的很好 直接吃已經夠了味 這一塊我點點醋試一下 點完醋之後分題都幾酸 但它原本的味道就被蓋過了 所以我覺得直接吃就好吃一點 跟著就試一下乳豬 乳豬應該有六七件左右 乳豬吃起來味道都幾好 乳豬皮就幾脆 乳豬都幾嫩滑 而且乳豬有些脂肪 不會太瘦 乳豬跟乳豬醬很配 自己吃乳豬其實味道不夠豐富 加了乳豬醬就好很多 接著就試一下我們的主角 第一叉燒 叉燒大約四件左右 先講這個第一叉燒 它的質地我覺得就很不錯 軟硬程度就說得很好 但這個叉燒吃起來不夠味 和甜度都不夠 另外它還有一些是焦邊 焦邊都比較好吃 它是一間比較好的叉燒 都勉強可以 如果說是第一叉燒 自然就是過餘 所以吃完這間叉燒 其實我就很失望 四寶燒味最後就是燒鵝 燒鵝有六件 不過燒鵝比較細件 這個燒鵝其實幾有質素 鵝皮比較脆 其實就幾好 不過鵝皮的面積就小一點 燒鵝肉的質地都是控制得很好 所以燒鵝其實是不錯的 第一件燒鵝點燒焦醬就不夠多 所以就不太夠味 第二件燒鵝就點很多燒焦醬 味道就不錯 因為介紹了那麼久 所以白飯都凍了 但白飯味道都幾好 只吃飯都幾有味 我們就吃了一個豪德喜四寶飯 108 再加了3個小食 奶茶就要加2元 總數181元 因為剛才在餐廳坐了很久 所以總結就落幾個站再做 先講到食物 我覺得它的質地全部控制得很好 不會有些肉很韌 它的消食就真的很好味 很驚喜一下 反而它很有信心的叉燒 我覺得不算很好味 當然不是香港No.1的叉燒 至於價錢方面 燒尾價錢就真的比較高些 環境方面 就不算是裝修得很精緻 但就幾好坐 工作人睡覺態度就幾好 只要地點推來太子站就很近 走過去就很方便 此流香給我感覺就是 你的小食就真的相當出色 如果走過路過 我都會買小食回家試試試 今集就介紹到這裡為止 下集我們會再介紹其他地方 多謝大家支持 下集見 拜拜